副议长潘岳霞提出了序幕业者环保发电公安的问题 日环时行销、瑞穗温泉的开发续题 副理箱排水的问题 以及交通事故、医疗疫情辛劳 还有八通关杯运动赛事的质询 副议长潘岳霞提出了许多的质询议题 今天着重在温泉区的开发问题 他希望环利县政府旅游处能够持续发展瑞穗乡的温泉区 尽可能的和部落协调 能够继续的来提计划突破目前的难关 今天执行的重点就是在于我们南区的瑞穗温泉特定期计划 那这个大型计划已经经历了前两年的现场 其实一个重大建设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人的努力 共同努力 那现在在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推动 不管是中央地方甚至我们的瑞穗乡公所 还有瑞穗的乡亲 大家都这阵子这半年来也常常跟我做一个双向的沟通 希望能够温泉特定区能够重新启动 它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经济效益 尤其对我们的原住民朋友 不管在就业上或者生活安定上是非常多的加分 那我们难得这样的一个天然资源 温泉的天然资源 我们全国就是剩下瑞穗温泉区还没有完备 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刻 我们的徐县长也拿出魄力 能够写下历史的一页 把这个温泉特定区能够把它在土地系统的规划 跟整个的公共设施的到位 比如说区域排水 或者是挡土墙排水沟 还有一些景观设计 一切能够到位 让能够地方的一个温泉产业 能够一起蓬勃发展 他所提出的议题包含了 畜牧业者环保发电公安问题 日环石行销 瑞穗温泉的开发蓄题 玻璃箱排水问题 交通事故 新冠病毒医疗人员的辛劳 巴东关杯运动赛事的执行 也希望在今年县长 能够来到花莲南区 参加多项的活动与运动赛事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